我是橘子 今天也是早早的来到店里面啊 找我们小哥哥给我发一个妆 因为我们今天要去绵羊 就是我们的丽姐30岁生日过得比较浓重啊 我们之前买了个礼服 就是为了参加她的生日派对啊 平时大家在橘子的视频里面肯定都是看到橘子都是素颜出镜啊 今天难得要发一个美美的妆啊 因为今天人比较多要重视一点啊 我们小子都化妆技术超好的啊 所以说我就跑到店里面让她帮我化妆了 看一看你这些家当 看他们这些家当都不简单啊 哈喽 等我放过来哈 我看你包一下了吧 哦 你们讲完蛋就包一下啊 嗯 好精致啊 好东西当然要一起分享 我有时候 我们包一下是啥 今天呢就是要好好包一个 要贴边一点点 我昨天晚上就拿下班的时候就拿过去了 然后帮我包 出门这个防晒是必不可少的啊 手感搞得还要来一点哦 主要是化了的话 脖子跟脸也差别有点大 不得不说我们家那个防晒它用了还是挺好用的啊 好了 现在弄好了 就出发去绵羊了啊 绵羊见了啊 朋友们 这些好好的呀 我们现在到绵羊了啊 你们今天没穿着礼服了 礼服要今晚上的 因为今晚上到他们那个录音基地 然后晚上有那个派对啊 你们搞得好多 结婚都没搞得没有 30岁 女人的30岁 看你结婚小小的 嗯 嗯 还要化妆 啊 嘉宾也化妆了 我们也不化了 是 你们男孩子嘛 就随意一点嘛 主要是我们女士 知道了吧 现在到吃饭这里了啊 我们就准备在这里 你看 我们要穿个楼板出来 啊 你姐想我跟她们 我好想看她你检查的是哪个 我给我们留下一个伏笔 然后她觉得是惊艳 我不要穿个楼板 一楼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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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好胖子 你看我们今天就立体好漂亮啊 哦 一楼板 我跟他说不啦 那就是他们的那 啊 那时间 在不放 那边 我们开始吃饭了 今天就这样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 要红综一点 现在要红综一点 我红综你倒吧